瑞士11天跟团游或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都在热销 中国大陆旅行社正忙着11黄金周的出国旅行团 但是原本热度第一的日本因为排放核废水开始出现退团潮 不少旅游企业表示在接下来的营销中 尤其是国庆假期的旅游路线推广计划中会做出调整 暂时不在大理推广日本游 或者会将日本旅游的相关营销计划暂停 中国大陆抵制日本旅游的情绪也出现在香港 原本我女儿都跟我去日本的 不过我现在排那些核污水 决定暂停先不去了 去旅行要开心、轻松 如果是要怕着吃这样、吃那样 不如不去 复日团科订单下滑 旅行社希望只是短期的恐慌情绪 怕能在一个月内恢复正常 实际报名的客人都是两至三成跌幅 最担心会是来着那两个旺贵 晨诞和新年 暂时不报名字应该是一阵阵痛 2011年的311事件 中国大陆批判日本排放核处理水 却都不提国际原子能总署认证符合安全标准 而且专门设立特别观察团 同样组成还特别包含一名中国专家与韩国专家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并不能成为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的通行证 产经新闻指出 反日是现在中国当局宣传的主旋律 并严格审查社群言论 主张不担心核废水的文章几乎都会被删除 TVBS熊年龙室陈日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